各位观众 掌声欢迎 龙文明 隆重登场 哈喽 欢迎收看隆重登场 周旋的脚步越来越 毕竟国门终于出招了 好久不见的那位国门雪州主席阿兹敏呢 他也冒泡了 还率先爆料说 雪州呢预料会在6月19号解散州议会 有8名前巫统党员已经加入国盟了 谁哟 阿兹敏说要保密啊 现在的团结政府是一个充满威胁的政府 如果被发现是谁 一定会施压和威胁当事人的 这种拉人跳槽的事情 的确没有人比阿兹敏做得更加的整理和周全的了 根本就是代言人啦 阿兹敏说他自己是不会上阵周全的了 还说应该是要推下来让年轻人上阵了 既然要推 不如干脆把周主席位置也一并让出来啦 不要挡住人家当选周大臣啦 虽然也不一定是会赢的啦 国盟主席慕尤丁呢 对于国盟的三二一目标是信心满满哦 什么是三二一目标 就是保住这三个 然后呢 拿下这两个 最后呢 是要削弱这一个咯 伊党亚楼国会议员沙西丹是直接放话 来届周全的时候 雪州西蒙会倒台 沙西丹新兴哪里来 就从国盟雪州举办的开债节 门户开放活动 有超过七万人而来 他说呢 这样的出席人数 难道还不足以证明 西蒙在雪州的支持率 已经不理想了吗 可是我只想肉肉的问啦 那晚的菜单 还有那个幸运头奖有什么东西啊 团结政府大会上 巫统和行动党丁世前嫌 让行动党和公正党议员 踏足禁地莫迪卡礼堂 有人呢就怎么看 怎么不顺眼 但我会看到有很多事 不改变 在辞联尔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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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尔是 给予了 对于的兴设 在兴设的兴设 是在兴设 那我感觉 不必 不必 兴设 阿斯拉夫也很快拍片会议 兴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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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雀 总 兴设 您 剩 兴设 不算是他们的 他们似乎的 但没关系 最重要的 这些评论应应该是 整个人的 忽略 不断拒绝 和有厉害的 负责 因此我们不负责 或者我们忘记 连续拒绝 即使当天 有受邀请出席大会的人 也未必乐见 这个乌火兵士前嫌的 这两个死对头来的 以前怎么 No ANWAR No DAP 现在是什么 SOKO ANWAR BANGGAK DAP 行动党的外地们 也深谙投桃包里知道 所以也纷纷呼吁火粉们 在周旋的时候 投票给巫统的 巫统和火箭这样子没来眼 sorry sorry 是投来投去 好咩 人家马华才是国阵成员党 不是行动党 你看 马华的走秘书 张胜文就发文告来提醒扎西了 你身为这个国阵的主席 应该要照顾到国阵各政党的利益 还有感受的 不是一味的去迎合西蒙 尤其是那个行动党 其实 身为女人 我也很能理解 张胜文的心情的 怎么可以有呢 新欢就忘了就爱的咧 而且呢 以前都是他们让马华乖乖听巫统的话 现在巫统交铁粉给火箭绑嘎 火箭还是马华的死对头来的咧 像当年 马华只用一个理由 结交选宁机绝火箭呢 现在叫人绑嘎火箭 你要人家怎么办好 人家说生活内容我千百遍 我待生活如初恋 对待支撑我们全身重量的膝盖还有双腿 我们更加要像初恋一般的温柔哦 还没买双清洁礼物给你的前世情人吗 隆重推荐你购买实用又温柔的好礼 EVAN深挂能顾膝 还有EVAN深挂能脚底按摩袜子 科学证实呢 可以触及血气循环啦 舒缓疼痛啦 还有就是加速复原 和提升关节健康和支撑的 来到五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咯 赶快在31号之前下单购买任何EVAN产品 然后把那个收据呢 WhatsApp到这个号码 或者上网购物的时候呢 输入这个促销码 也会享有10% discount 优惠详情还有参赛的那些方式呢 都贴在影片下面的留言处了 欢迎你随时浏览 你就是你 你有这么好的产品和服务 怎么可以不让更多人知道呢 交给我们吧 email我们可以提供你 very good的客制化 优惠宣传配套哦 乌果两党合作 公开叫自己的铁粉投票给对方 木游丁说这件事情听起来 很不寻常 哦 他这样讲好像有什么杀伤力这样 至少应该讲什么 那你看巫统 勾结火箭 抛弃马来选民之类 这样的一些论调好像才比较符合国盟的形象的嘛 对不对 不过哦 我觉得木游丁也能够理解 不敢把那个话说得太狠 毕竟当初 他也有过跟行动党合作跟组政府过嘛 这就是政党轮廷的好处咯 因为你随时会自己打出几连呢 我们的这个访问就讲咯 巫统吼 叫他的支持者去投裹建这个行为 只会让国盟得利 因为那些 那种不能接受行动党的人的那些马来选票 他们就会因此而把他投给国盟了 终点就在这里啦 可以接受行动党的马来人多嘛 新的行人呢 就做了网络民调 行动党可以吸引马来选票你认同吗 结果不同的频道还那个成绩还蛮不一样的 IG那边呢有1123个人去投票 74个percent的网民都表示 不认同 不觉得行动党可以拿到马来选票 只有14个percent觉得可以 至于呢 在推特上面 同意和不同意呢 是打成平手的 各占42percent 一般上呢 玩IG那些都是比较年轻一点的啦 那玩推特的年纪就比较大一点咯 而且据说在推特还可以看到 很多那种什么 限制级的影片 哈哈 不好意思讲太多了啦 我们回来讲这个乌头火箭的课题 两党的高层领袖呢 一直都在宣扬和平要稳定 那个情况就好像怎样咧 我们小时候看什么 鲜蛋超人跟那个怪兽相杀的吗 那个画面就是长成这样的一个样的咯 现在咯你就讲说 哦 奥特曼和小怪兽其实是相爱的 那个画面长成这样了 可爱是可爱啦 可是很难爱呀 其实不要只要讲选民啦 就算是武统自己人都很难接受啊 例如呢 乌统柔佛伊斯干达公主城去部副主席就表明 乌统领袖还有支持者呢 应该是有权利和自由 在周选的时候投票给任何人的 柔佛乌清团主席呢也说 乌统是不需要成为其他政党的代言人的 OK 这样很不适合咧 乌统森美兰州主席也认同 其实 乌统是不需要为火箭拉票的 甚至担心这么做的话呢 会被误解 尤其在乌统的支持者当中 会造成负面的影响 这样子看来的话呢 Punkka DAP 是乌统高层在上层地里 乌统最高领事洛曼就承认 目前高层需要把他们之间的这些公式 转化去让各州领袖 去部领袖 甚至是支部领袖去理解的 要消除两个联盟支持者之间 那些旧有的那些敌意 非常的重要 也非常的花时间 可能也没有办法在来临的周旋的时候 实现到 但是他相信 下一届全国大选来临的时候 西蒙和国盟会变得更加的团结 我觉得是对的 因为没有什么东西比 让当初抹黑你的人 帮你洗白白 更好更有效的办法了 只不过这个办法呢 就有一点危险啦 要么你就成功洗白白大家大团结收场 要么就不只是洗不了白白脸 自己也赔进去啊 就好像 有些人看到五彩缤纷的色彩 就会觉得特别碍眼的哦 要跑去人家国际品牌手表店 充公掉人家那些彩虹手表的哦 搞到人家国际品牌集团的首席执行员 都忍不住要出身 当局的执法行动让人感到很失望和担忧咯 而且他问 内政部监管还有执法单位 你们要怎么去没收那些许多美丽的天然彩虹呢 因为这些彩虹每一年在马来西亚的天空 都出现几千次的极美 也有网民追问我 那彩虹蛋糕要不要进 国家科学中心要不要进 你看这些这样子的地标名字 要不要也进 可能是反弹太大了吧 内政部叫停了执法主 停止再去扣押人家的彩虹手表了 我听朋友说 这个是人家品牌春夏季的主题颜色来的 是充满了春夏的热情 难怪虎人会讲一句话啦 你心里有什么 眼睛看到的就会是什么 这一期就讲到这里为止 我们下期再见